今天打了一碗黑芝麻糊 用这个配方做出来的黑芝麻糊真的很香 这是我炒熟的黑芝麻,有100克 你也可以直接买熟的芝麻,也可以自己炒 50克的黑米,也可以用糯米还有小米 几颗红枣或者是核桃 把红枣和黑米放到碗里,用清水冲洗一下 因为黑芝麻我是提前洗过的 洗好之后控干水分 用剪刀把红枣中间剪开 用剪刀把中间夹紧一点 两边轻松一扭,枣和就出来了 再把黑芝麻倒进豆浆机里面 黑米和红枣也倒进来 加600克的清水 盖上直接用米糊键或者是豆浆键 我用的是这款奔驰的豆浆机 这款豆浆机很实用 它的声音很小,清洗起来也很方便 拿在手上也很轻 一个人的时候打最少量,喝起来也不怕浪费 芝麻糊打好之后,加60克的冰糖 冰糖不够,白糖来臭 再用果汁键打一遍 这样我们的黑芝麻糊就做好了 一倒出来,整个房间都飘着黑芝麻浓郁的香味 喝到口里是那种醇厚的感觉 真的还是要自己动手 自己做的真材实料 外面买的是完全不能比较的 它稍微放一会儿 表面会凝结一层黑皮 勺子放进去,你就能感受到它的厚重感 真的是非常的香 冷热都好喝 喜欢的朋友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观看,我是阿宇,拜拜